接著來示範一下如何在Linux中安裝免費版本的CAD軟體 這裡要示範的是Library CAD 首先由選單這邊我們開啟軟體管理員 他會要我們輸入密碼就是你機器的密碼 輸入完之後會進入我們軟體管理員的畫面 這時候我們在這邊敲入Library CAD 按下Enter 可以發現這裡有一個點兩下 我們還沒有安裝 那這是我們要安裝的CAD軟體 長得像這樣子 好那我們接著來這邊按安裝 好這樣已經安裝完畢 那我們先把它關掉 來這邊搜尋一下Library CAD 執行 那一開始進入的時候 這邊有一些基本的設定 default unit 我們選擇millimeter 就是公尺 那語言的話 看你要不要預設是英文 那一般我們會選中文 臺灣 那一樣 命令語言 中文臺灣 中文臺灣 ok 好他可以開起來 像這樣子就可以開始來做操作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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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